今天我们开箱的就是Lowa Zephyr GTX Mid TF版本的6英寸作战靴 说起Lowa大家都不陌生了 在作战领域的Zephyr可以说是网红级别的产品了 不仅是因为这是Lowa的旗舰作战靴 更是因为在各国军警中大范围的使用和频繁的出径 如果你是一个爱好军事的人 想不看到它都难 Zephyr作战靴属于Lowa的Taskforce系列 该系列是Lowa的作战靴产品线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6英寸中帮 带有Gertex防水层的Zephyr 到底Zephyr为什么如此受军警单位的欢迎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地看看 首先跟大多数的同类作战靴和鞋类产品的生产地 都是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不同 Zephyr的生产地主要是在欧洲 一般是斯洛伐克 也有德国和意大利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生产的鞋子就不好 Zephyr鞋子的主要材料特别简单 是由二层牛皮 尼龙和橡胶这三种材料组成的 看上去也并没有什么花里火烧的玩意儿 Zephyr识别度最高的部分 就是鞋底那一坨一体住宿成型的外支骨架 这个骨架不仅提供了一定程度上 鞋面下方一周的支撑性 从而不用加固鞋面部分 起到了一部分的减重效果 而且也没有了开胶的隐患 这个骨架从鞋头一直延伸到脚后跟 起到了前后的保护作用 鞋底采用了自家研发的牛肉筋大底 特点就是防滑 缓冲效果好 并且走路时的响声响 之所以许多特种作战单位和执法单位 喜欢用Zephyr作战靴 主要原因其实很简单 在提供足够的支撑性和防护性的前提下 Zephyr的自重更轻 并且十分舒适 我随便拿几只手头上现有的 同类型鞋类做下对比 最左边就是6寸GTX的Zephyr 第二个是511export 2.0 售价略高于Zephyr 也是6寸鞋帮并且带有event防水薄膜 定位与Zephyr很接近 第三个是十足鸟的Borrow2Mid 6寸的GTX重装徒步鞋 配置与Zephyr十分相似 价格却要高出许多 第四个是511开拨hiker战术徒步鞋 无防水薄膜 6寸 最后一个就是511的跑鞋 只是个重量参照项 因为所有鞋子都是一个尺码的 所以我们可以先撑个重 对比一下 先看Zephyr 614克 再看511export 2.0 796克 将近800克了 再看十足鸟 648克 再看511开拨hiker 724克 511的好重啊 再看511的一款轻量战术跑鞋 424克 可以看出Zephyr是这里面 6英寸鞋子中最轻的了 那么Zephyr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Zephyr的前部鞋带细环 都采用更轻的尼龙织带 尾部的三对细环 则采用小型金属扣 而Xport和Bora 2都采用金属环 和更重的快拆扣 来提高耐磨性和便捷性 代价就是成本和自重的相应增加 最主要的原因是 Zephyr的鞋面层数较少 结构密度小 而Xport 2.0 为了提供更强大的防护性和耐久度 用许多高强度材料互相拼接 并做了繁杂的车线加固处理 这自然会使自重居高不下 Bora 2不仅做了许多减重设计 还采用了更先进少见的一体式压胶鞋壳 目的也是为了减重 所以只比Zephyr稍微重一些 鞋头防护上Xport的采用是高规格的硬质鞋头 敲上去硬邦邦的 而Zephyr更软一些 但支撑性很好 Bora其次 而Cable Hiker用手就能压扁 但Zephyr的一个缺点就是 因结构的原因 后方的提拔位置太低 用起来没有其他几款顺手 当处在蹲坐 半跪等姿势时 鞋体将会被大幅度的弯曲 这时候长期的挤压和磨损 将会使弯折处的鞋体受到破损 这就需要合理的结构来承受这种弯折 Zephyr在这里做出了两个有效的关节 来适应这种情况 X-Pod 2这方面则做得更加明显 Bora 2因为是一体式压胶鞋壳 所以完全没有这类设计 以至于弯折处很容易破损和开胶 那么本期的开箱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觉得有什么更好玩的装备 想让我们开箱的话 就在评论期里留言吧 快来下载齐克APP 分享你的装备